近期我们在网课和短视频中都有提到过人工智能、虚拟世界以及自动驾驶的潜力 而半导体公司英伟达涉及了上述所有的业务 在下一个大趋势形成初期 抓住机会的英伟达长期和短期的投资机会究竟怎么样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英伟达成立于1993年 是一家GPU图形处理器的发明者 它最初是一家以设计电脑显卡芯片为主的半导体公司 在GPU算力上的优势写写后 英伟达的业务有拓展至人工智能、视觉3D技术、自动驾驶等 目前英伟达是一家包括游戏、人工智能、汽车、数字货币 实时3D技术等多项业务在内的多元化科技公司 英伟达目前的四大业务包括游戏业务、数据中心业务和汽车业务 其中,在独立显卡方面 英伟达的市场占有率为81% 独立显卡不仅可以用来提供电脑性能 还能用来挖矿 因此在市面上易卡难求 在人工智能领域 英伟达的GPU处于市场的领先地位 它占据了市场接近100%份额的垄断 全球排名前500的超级计算机中 有342套的系统采用了英伟达的技术提供加速 而前10的榜单中 8台超级计算机用的都是英伟达的新进系统 在自动驾驶领域 英伟达的Xavia芯片 为目前现有市场上量产的芯片中 算力最高的芯片之一 今年第二季度的报表中显示 英伟达2021年第二季度的创纪录营收为65.1亿 较上年同期增长68% 游戏板块的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0.6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5% 数据中心的收入达到创纪录的23.7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5% 专业设计可视化的收入达到创纪录的5.19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6% 汽车板块收入为1.52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7% 长期来看 英伟达的基本面扎实 四大业务每一个业务的潜力都巨大 可以带动股价的上涨 英伟达短期走势不明朗 目前受到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的影响 价格短期可能出现回调 因此建议等到回调后再持有英伟达的股票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